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您看到的是今日华尔街频道的今日华尔街栏目 我是主持人Lizzi李奇 在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为您讨论到的是北京驻美国大使馆的几位热门人选 在今天早些时候南华早报报道表示 北京现在正在考虑到底派谁去华盛顿接替崔天凯的职务 文章认为北京要寻找一个能够体现其当前外交政策方针的人 就是既谨慎同时了解美国 既坚定又强硬同时可以执行习近平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 文章引述巴赫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所长话说 北京需要一个能够帮助和促进中美关系的人 最近几年中美关系十分艰难 现在看来双方愿意重启 这可能是个好机会 那么中国驻美大使理想人选到底是什么呢 文章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有几个特征 首先是具有外交个性 其次是具有幽默感 第三就是对于美国政治必须要有敏锐理解 另外一点很有趣 在美国对中国现在防备之心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这个人必须会学会自嘲 这可能比强硬的战狼外交更好 南华早报文章引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一名的话说 人们经常说美国不了解中国中国了解美国 但其实中国对美国也经常误解 话虽如此 但是如果中国的政策继续以现在的方式进行 那么再多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奏效 现在中国在南海台湾以及与中国印度实际边界上的行为 都引起了各方的警惕 文章还引述史厅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运的话说 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朝旭已经为这个角色做好了准备 他表示对于北京最重要的外交职位之一 他有合适的级别经验也丰富 这个职位可以来管复杂的中美关系 马朝旭本人比现任大使崔天凯要年轻十一岁 代表着中国外交系统中年轻一代 但是有关于马朝旭的能力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南华早报文章引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前贸易谈判代表詹姆斯格林 他说在二零零七年和二零八年 他曾经与时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的司长马朝旭共事 他表示这个人是个聪明人 但是在经济学方面缺乏常识 让他印象深刻 他补充表示马朝旭是教条主义者 是一个共产主义原教职者 他不认为马朝旭这样的人会在现在华盛顿得到什么好处 有趣的是就在上周马朝旭还与美国伊朗问题特使罗伯特玛利进行了交流 格林表示美国大使馆找中国外交部谈伊朗问题 鉴于马朝旭本人处理多边事务 因此电话就交给了他 格林说更有可能的人选是外交部的现任副部长乐玉成 他曾经担任过政策规划工作 而且似乎更有人际交往才华 格林表示马朝旭这个人比较木讷 而且说话一板一眼完全按照样本来 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安德鲁梅塔 则认为马朝旭这个角色似乎有一定的可信度和知名度 他将以一种直来直去的方式与美国进行沟通 但是又不必搞战狼外交 以表明他对北京的忠诚 同时他表示崔天凯是非常有才华的外交家 在过去几年里他本人的处境很不乐观 工作也十分艰难 马朝旭这个人或许会在正确的时间成为正确的人选 他表示希望能够带来耳目一新的沟通 同时梅塔表示拜登在上周接受CBS采访时为这种讨论创造了条件 当时他说习近平身上毫无民主之气 他表示这是向美国领导人国内听众所发出的信号 拜登政府到底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态度 美国分析人士指出其他几个可能性 包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主任刘吉一 以及前高级外交官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中心的主任傅盈 此外北京驻香港最高特使以及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也在其中 但是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有共识 任何接替崔天凯的人将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 崔天凯本来应该在二零一七年前后 川普执政之初就结束任期 却被北京要求留任 一名表示 崔天凯可能现在只想回家 坦白地讲他的工作一定很累 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能量丰富的人 有新的想法 有新的前景 并且不为过去非常动荡的关系所拖累 部分原因当然是认为川普 但同样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 这个工作并不容易 尽管十分重要 格林表示此前并不仅仅是川普政府的问题 现在北京也让双方关系变得更加变化莫测 这份工作内部也存在一定紧张关系 崔天凯在去年三月公开反击赵立坚的行为 说他的言论是疯狂的 当时赵立坚在推特上面公开声称 病毒可能是由在武汉参加军运会的美军引入中国的 后来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又反复强调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 分析人士说习近平不大可能启用赵立坚或者类似的战狼天团 现在外交地系中的战狼大多是年轻一代 并且在排名次举中地位还不够高 没有办法胜任北京驻美大使一职 而同时如果他们向华盛顿派遣一位战狼外交官 那么将发出这样的信号 就是北京对试图寻找双方关系的共同点没有兴趣 这显然不是习近平的出众 但是南华早报引述分析人士也指出 中国外交团队内部也没有一致意见 这可能部分反映了中国希望与外国对手玩好警察坏警察的游戏 但是也反映了外交部传统角色的变化 外交部在中国政府体系中是一个相对薄弱的机构 几年前所谓的不为简报主要是针对全球受众 而如今却越来越多的针对中国自己人 对于安抚中国在外国势力面前显得不够强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 这样的战狼外交可能是有用的 很明显所谓的战狼战士并不是自己执意做这件事情 他们显然是得到了习近平的默许 而说到几位热门人选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星岛日报曾经引述消息人士消息说 目前中国外交部一共有五位副部长 而马朝旭成为了驻美大使的热门人选 过去的几任驻美大使不管是李肇星杨洁篪周文冲张叶隋还是崔天凯都是从副外长之中挑选 这也特别凸显了中国方面对于与美国关系的重视 目前外交部也是一共有五位副外长 身兼中央候补委员的常务副外长乐玉成一度是热门人选 现在主要从事俄罗斯和中亚事务 驻美机会不大 排名第二的郑泽光内定驻英 而曾经担任驻英大使的罗兆辉主管亚洲事务 秦刚封管欧洲事务与美国渊源不深 据此分析马朝旭可能仍然是接班崔天凯的大热人选 马朝旭本人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的司长和发言人 知名度比较高 此外曾经担任过驻澳大利亚大使 常驻日内瓦代表常驻联合国代表 现在是封管国际机构和军控的对于美国事务相对了解 但是当时星岛日报报道也说 驻美大使也不一定就在外交部选择人选 中央外事办的副主任刘建超也不可小觑 刘建超曾经担任外交部发言人驻菲律宾大使 驻印尼大使外长助理等 后来调入了纪检系统工作 担任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赃办公室负责人 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浙江纪委书记等 现在的刘建超是政治局委员 同时也是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的得力助手 因此刘建超也是热门人选 此外有关于乐玉成 曾经一度认为他是最大热门人选 此后消息出现变化 据说与本人意愿有关 但是乐玉成在拜登上台之后 有关于中美关系发表一系列高调讲话 也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 这还要说到一月二十八日 外交部负责日常工作的这一位副外长呼吁 美国必须要调整对华策略拨乱反正 同时罕见表态缓和关系要做出实际姿态 双方都必须各让一步 当时是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社的一次活动 名字叫做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乐玉成当时在会上讲话 说中美关系经历了建交四十多年来最严峻的局面 而走近二零二一年中美关系要辞旧迎新 在当天的致辞中乐玉成回顾了拜登四次访华的经历 劝告拜登要汲取川普时期的负面教训 面对新冠要彼此视为队友而非对手 要互相照亮不是互相较量 要互做榜样不是互比力量 当时乐玉成呼吁以四个儿来处理中美关系 这是四个以儿打头的英文字母 分别是respect相互尊重 reversal拨乱反正renewal重开合作 以及responsibility责任担当 当时乐玉成特别强调拨乱反正非常重要 需要率先行动起来 他同时说同意美国方面一些人的建议就是双方可以先迈出一小步逐步积累共识成果 为进一步改善关系创作条件 当时说出这一番话 似乎是以中国外交部高层的身份首次表态 在美国在中国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而在这之前在去年的十二月五日乐玉成曾经发表讲话 说给中国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是对中国外交的误解 当时是乐玉成在第三届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的 他表示中国从来不主动挑衅别人 也没有挑到别人家门口或别人家里去挑事 现在恰恰是别人到我们家门口药物扬威 对我们的家务事横家干涉 还喋喋不休对我们进行辱骂抹黑 我们无路可退不得不奋起自卫 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 当时他还特别说 习近平曾经指出落后就要挨打 贫困就要挨饿 施语就要挨骂 现在我们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 必须要下决心解决挨骂的问题 这样看来 在短短两个月间乐玉成的口气就由强硬变得更加合作化 其中是否反映了中国外交针对新总统拜登政府的更多思路 现在还不得而知 而有关于崔天凯本人的命运 南华早报也有透露 文章表示 崔天凯一向在美国外交界评价较高 认为他本人外交成熟 人际交往能力强 而且英语非常好 也不显得傲慢或者是咄咄逼人 南华早报引述专家说 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份更轻松的工作 在那里他的意见可以被倾听 他的专业知识也可以派上用场 有关于崔天凯的下一个人生驿站 有可能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占有一席之地 或者是在外交部下属的某个智库中来担任职位 继续发挥外交政策的影响力 而分析指出另外一个潜在的职位 则是担任一个比较有声望的准国际职位 比如博鳌论坛的负责人 所谓的博鳌论坛是中国版世纪经济论坛 得到美国商界的一致关注 在世界经济论坛中也颇具分量 而说到崔天凯最有意思的可能还是 他与各位美国重要的私人关系 根据来自超级大国对决这本书中所透露的信息 崔天凯在二零一八年全年与姆努钦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两个人一共通话四十多次 而同期与莱特希泽通话则只有两次 此外崔天凯与坎贝尔关系非常好 而现在坎贝尔是拜登政府内对华政策的重要推手 在二零一六年 崔天凯曾经亲自邀请坎贝尔到府邸吃饭 两人之间一直保持良好沟通 彼此都有较高评价 有关于中国驻美大使人选已经层出不穷 那么美国驻华大使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此前在二月一日CNBC曾经透露引述三位知情人士说 拜登总统正考虑提名前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职 但是也有知情人士说 拜登政府官员也与伊曼纽尔讨论过让其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伊曼纽尔是美国民主党政界知名人物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时期担任白宫幕僚长 他的特点是言辞犀利 一直被称为是美国政治街头斗士 同时他也与民主党进步派矛盾不浅 知情人士透露伊曼纽尔也被考虑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后来被认为行不通 因为在担任奥巴马幕僚长时期开始 他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的关系就相当不稳定 奥巴马在二零零九年任命他做白宫幕僚长时 他还是一位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 在二零一一年伊曼纽尔离开白宫竞选芝加科市长 一直担任市长到二零一九年 在大选期间他曾经被拜登团队考虑出任美国交通部部长 但是最终没有被提名内阁职位 而正式出任交通部部长的皮特布蒂吉格 正是此前传出担任驻华大使的相关人选 目前不管是伊曼纽尔和白宫方面都没有做出正式置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没有回应记者有关于驻华大使一直的要求 但是有人打趣说伊曼纽尔以他出了名的常常出口骂脏话这样的风格 恐怕在北京中南海也会引起不小的惊计和震动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今日华尔街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是主持人Lizi李琪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今日华尔街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